大家好,我是杜利,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好,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一笔大印象 上一节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一笔的智慧加期管理系统 那么下面我们应该讲什么呢 当然是如何实现,记得即实现了 我们这里的话,系统的话,实际到非常多的这种硬件 那么今天是硬件设备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本系统的一些硬件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这里用的主芯片是CC2530 它是德州仪器,也就是TI研发的新一代这种 这个比拼上系统解决方案 现在基于这种IEE862.115.4标准系上的 集成了这种RF收发器采用的是增强的805 805要立合的立合和系统可编程的这种乘储器 它里面有8K的这种Rain 根据这种闪成的大小的不同 有什么CC2530F32,还有CC2530F64,什么CC2530F128 还有什么CC2530F256 我们的这个系统领上采用的是这种CC2530F256 这个芯片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CC2530的这个引脚图 那么这就是它的CC2530的这个引脚图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CC2530,CC2530有21个I2引脚 构成分别有三个这样的端口 比如说这里有P0,PER,还有P2这样一些端口 那么凭P0端口那么有八个这样的引脚 它是从P00到P07 P1口呢也是有这样的八个端口 有从这种P1到P17 P2口呢那么它只有五个引脚 是分别从P20到P24 其他 其他还有什么电源啊 这样的复位信号啊 还有金正效连接的这样的引脚啊 那么其他的这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种CC2530使用的是这种增强性的8051的立合 一不做那么它就比标准的8051的执行速度要快 为什么会快呢 那么标准的8051的这个每个周期是12个始终周期 而增强性的8051的每个指令周期是一个始终周期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更高效的利用了这样的总线 下面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两个概念 也就是物理承煮器和承煮空间 物理承煮器呢它是一种承煮介质 也就是一个设备 比如我们平常见的比较多的这样的立正条 手机上的扩展用的这种立正卡 当然也包括C630上既定的这种内模还有Flash等等 而承煮空间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CPU上上电后首先去存组接触上的代码 一般是Flashion的指令 复杂的指令需要印算 那么印算的中间结果放在哪里呢 一般应该是在历程中 那么它会放在历程的什么位置呢 相信大家都编写过程序 编写完的程序要干什么呢 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个制服CPU CPU是不认识的 下面就需要编译编译程序 先检查有没有依法错误 然后把我们做的这个程序 找不上二进制的形式 必以8位为单位编上号码 这个编号我们就把它称作是编子 CPU会根据这个号码来确定 把代码放在历程中的什么位置 如果我们把它执行代码反编译的话 我们就能离这个过程看的比较清楚一些 接下来来看看这种CC230的这种 物理承受器 它包括内容 闪称承受器 Flash信息应链 还有SFR 激增器 当然这里还有XR1G 激增器 这样一些东西 Latom有个特点 就是只有供电的时候 底面承军器的东西才会有 一旦掉电底面承写的东西 就没有了 而Flash呢 它是用来保存程序代码和场所数据的 就像我们的书本一样 它一次能写页的数据 它页的大小是2K币 就是2K字节 掉电也能保存底面的数据 而信息页面呢 它是一个2K币的止读区域 用来乘主这种设备的信息 比如CCOP30 芯片唯一的这种IE的这种地址 它是以自己第一位优先的形式 乘主在XDTA的这种地址 为0X780C的这个地方 所以读的时候就要注意 如何去读取 而SFAR机器呢 也就是特殊功能 就是主要是 主要是控制8051 力和 或外收的一些功能 下面我们来看看 CCOP30的这个乘主空间 主要有 什么Code啊 还有DATA啊 还有XDATA啊 以及SFAR这么几块 Code呢是一个止读的这种乘主空间 用来乘主程序 最大的限制范围是64KB DATA呢 这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这样的乘主空间 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或间接 比一个 比一个周期的CPU 指令访问 最大的DATA的 限制空间 是256B 也就是256个字节 需要注意的是 DATA的第一 128位 128位 128字节 可以直接 或间接行制 而较高的128字节呢 只能够间接行制 XDATA呢 这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这种乘主 数据乘主空间 通常需要4到5个指令访问 所以它会稍微慢一些 这个空间的地址是64KB 也就是64K字节 访问XDATA的乘主空间 要比DATA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Code和XDATA 乘主空间 共享CPU 例子的一个 通用的这种总线 SR法呢 也是一个可读可写的 这样的乘主空间 法文的指令周期 可以是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一个指令周期 它的大小为128个字节 第一 D值 比8整个的SR法文 接生器 每一位也是可以单独行制的 XREG 接生器 是XDATA 在乘主空间中 其他特殊功能 进入器 用于无线电配置和控制 这样的事情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映射 那么为什么需要映射呢 原来啊 主要是为了方便这种DMA的控制器的访问 访问这种前部的物理承主器 并使得数据通过DMA在不同的8051承主空间之间进行传输 映射的主要分别 XDATA的映射和Codes 这里画了它的这种映射的图 现在看一下XDATA的这种映射 映射 这就是XDATA 这就是XDATA 存储空间映射的图 这里映射 包括XPEG 还有这种信息 信息一面 SFR 记忍器 还有X 还有XIG 记忍器 和RAM 较高的XPEG XPEG 是32K字节 这是个指读的区域 主要用来乘主常数数据 任何可用的这种32KB的 SAN可以在这里映射出来 使得软件可以访问整个这个 这个散射层层 而使用MEMCRT 进行器 选择可以 用来选择这种可用的散射的区域 下面这一块呢 就是信息一面 前面提到过 它是一块指读的乘主区域 乘主芯片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我所说的这种IE的这种地址 接下来是 是SFR 然后把描述器 那么 Slam的映射地址呢 是从0x000到 这是Slam的大小 然后减去256 那么 代替的映射空间 就是 Slam的大小 然后减掉256 然后到Slam的大小-1 这样一个范围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Code的映射 这就是Code的乘主空间的这个映射图 Code的作用 前面我们讲过 它显示的空间是64K字节 Flash需要完整的映射到这种Code中 其中的代码或数据才能够读出来 但是Flash的乘主空间 是256K字节 也就是256K字节 超出了8051的16为 地址总线的限制空间 计算方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 就是2的16之方 只能限制到64KB的这样的 K字节的这样的范围 那么怎么办呢 就需要把Flash的发布成几个基础 这些基础成为Bank 比如从Bank0到Bank7 每个Bank的大小就是30K字节 通过计算器操作 来确定哪个Bank映射到Code中 但是Bank0总是映射到 屋底闪射的D30K字节 下面来看一下映射接生器 这里我画了一个接生器的未定的图表 主要有什么 沉走器充裁控制接生器 MEM-CDR和散射区域映射接生器 FMAP接生器 先来看一下MEM-CRT接生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8位的 那么XMAP位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是 XState映射到Code 当我们设置了这一位置后 那么Slam XState的区域 就会从0X000至Slam-1这样的位置 会映射到Code区域的0X8000到0X8000加Slam-1这样的一个范围 是程序代码 就会从这种Slam中开始得到执行 那么XBank呢 这是XData7的选择 也就是说 控制散射承受器的哪个代码去映射到XData记忆中的0X800-0XFFF的位置 我们的开发行的散射大小是256K字节 所以这里的起值就是0-7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FMAP接生器配置8 那么它的MAP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用来设置散射区域的映射 控制位置散射承受器的哪个代码 映射到XData记忆中的0X800-0XFFF的位置 在这里它的起值也是0-7这样一个范围 今天我们想要再拍试一下 先看看FMAP接生器 感谢观看